我们立足于新西兰放眼全世界 解读国内国际的大事件 深挖新闻背后的历史和内涵 传递不同角度 不同人群对新闻事件的看法 33南北线带您解读全球热点 33南北线 南北都了解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本期的33南北线 我是宋雨璇 我是David政经委 是的 2023年到现在为止 俄乌冲突是满一周年了 我们看到本周发生了很多 在俄乌战场上的事情 比如说拜登访问基辅 以及普京发表国情资文 那么我们从本周的三个事件 一起带大家看看 到底是谁不想结束这场战争 那么首先来看第一个事件 那就是拜登大胆访问基辅 那BBC就给出这样一条评论 说拜登去了基辅五个小时 是前所未有的大胆之旅 戴卫老师 您怎么看待这一个评价 拜登去基辅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行为 那肯定啊 因为现在俄乌冲突正在打呀 那拜登是冒着为国捐躯的那种心情啊 奔赴基辅对不对 虽然呢这个年纪啊已经八十多岁 还要坐火车啊摇摇摇摇 摇十个钟头才到基辅 待了五个钟头又摇摇摇摇回家 又十个钟头 所以整体来讲 拜登这一次啊要去基辅 实际上旁边周边的人都说 你千万不要去啊对不对 但是他为什么会去 那也看得出来呢 实际上就像美国现在的战略 就是希望俄乌冲突啊持续下去 是每个人都在期待2023结束战争 但是我们看到拜登去呢 也意味着2023年的俄乌冲突 仍然会将继续 那我们看看拜登出发前啊 他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 在白宫每日呢 都会有一个这个新闻发布会 很多人都说拜登要去波兰 那会不会顺便去基辅 哪怕不去基辅 也可以和泽连斯基会面 直到他临走之前 所有的白宫回复都是 他不会见泽连斯基 更不会去基辅 但是拜登呢 出发之前 他本身预定的时间啊 是在周一晚上七点出发 可是呢 他在周日的早上四点十五分 就起飞往欧洲去了 那么同时呢 在他的飞机上 带的都是最精密的人员 基本上呢 都是他的亲信 当然其中还包括两名记者 那保密工作做到非常非常的到位的事 他把两名记者的手机都没收了 一直到到达基辅之后 他们才可以发布讯息 当然除了为泽连斯基带去的是 4.6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之外 还有一些军事上的装备 那BBC就说了说这是一场高度复杂的安全行动 那么我们看到网络在慕尼会上说了一句话 就是复杂的问题 没有办法简单解决 那这次拜登去到基辅见泽连斯基 这是是不是意味着说 美国即将要下场在俄乌冲突当中了呢 对那看到一年过去了 实际上俄乌冲突的现在还在僵持当中 当然最令美国比较担心的是 中国现在似乎有正要斡旋 进行和平谈判的动作 那此时呢 为了让俄乌冲突能够持续下去 拜登的出面非常的重要 虽然英国 法国 德国 这些领导人都去过 但是美国去感觉到完全不一样吧 对不对 所以冒着生命的危险 虽然在礼拜六晚上还带着太太出去吃饭 掩人耳目 但是回到白宫就收拾行李 上飞机赶赴波兰搭火车 这一路来说 真的是高度的危机存在是为什么 因为如果俄罗斯动手的话 基本上拜登的生命是非常的危险 所以听说波兰的空军全部升空 在空中待命 在波兰境内 万一有状况要飞进乌克兰去救驾 你就知道拜登这一次冒的风险有多大 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一次太急迫了 如果他再不出现 泽连斯基万一扛不住了 愿意坐下去跟普京进行和平谈判 那前功尽弃啊 对不对 所以这趟一定要走 不过唯一的一点比较遗憾的 小气的一点 只带了武艺 武艺在俄乌冲突上 那也打不了几天啊 就没了 而且这武艺是装备 所以整体来讲呢 乌克兰的支持 在整个的华盛顿邮报 当时就有一个这样的评论 说是像其他的美国总统 比如说去阿富汗战场 或去中东战场 那是因为美国实打实的有派兵在那里 加入到战争当中 可是乌克兰就不一样了 一来乌克兰不属于美国的任何一个临近的国家 同时呢 美国在乌克兰也没有相关的 比如说军事基地 以及相关的储备库 那这次拜登去除了有下场的意味 那其中还有就是说美国会不会未来出兵 用何种形式来支持乌克兰才能让俄乌冲突 真的像美国预计的那样可以长久发展呢 你这个问题非常好啊 实际上可能性啊还不低 非常高 因为回顾历史 从朝鲜半岛的朝鲜战争 到越南的战争 到中东的战争 全部都有美国的身影 因为在这种军事冲突当中呢 美国的出现啊 有的时候会改变整个地缘政治上的战略 战局都会产生影响 所以当然呢 现在来看的话呢 美国已经啊 大部分的军力啊 从中东已经撤出了 那阿富汗之后呢 大部分的美军啊 都回到了美国 那现在对美国来讲 全世界有两个最担心的 一个叫俄罗斯 一个叫中国 亚洲不用说 正在调兵遣将增加兵力啊 不管在关岛 在冲绳都在增加兵力 但欧洲非常有可能 美军会进入乌克兰 什么样的情况进入呢 最有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啊 是以这个 比如说 医护啊 这个人道援助的 这个工兵的角色 这个美军啊 进入乌克兰的西部地区 还没有到乌东去参战呢 因为现在整个乌克兰是东边 在丁烈伯河的东边 在有战争啊 丁烈伯河的西边 基本上没事啊 所以呢 现在刚如我进去 一定是以那种好像 比如说医疗啦 救助这个难民啊 这种啊这个军医队啊 或者是军方的工程队进去 那当然这些人进去呢 要派个陆战队保护他们吧 好要不要好派去了 后来发现呢 这些人分散陆战队不够 再加一点陆战队吧 他会慢慢的点线面嘛 把这个美军慢慢带进乌克兰战场 完全看局势的发展 那当然呢 对于这整个局势来讲 就会让这个俄乌冲突啊 坦白讲就像当年的俄罗斯啊 苏联啊 当年的苏联到阿富汗一样 一进去十年就过了 所以如果俄罗斯哦 真的现在乌克兰十年 对俄罗斯的经济 国际地位 整个影响是都是负面的 所以美国将来会被派 去到乌克兰 我觉得可能性还不低 是那除了这次 我们刚才说美国即使要派兵 他可能是在整个乌克兰的西部地区 对 但是我们看到最近哦 还有一场危机 那就是北约集结了两万名军人 那目前呢 白俄罗斯周边的局势 对于整个的欧洲来说 也是一场危机 同时呢 我们看到白俄罗斯的国防部的 国际军事合作局的局长列文科 他就表示 这次超过两万名军人 在波罗的海国家 那目前呢 北约以及北约国家的军事部署 这么多人 可以在短时间内 向白俄罗斯方向建立进攻部队的 那目前为止 在欧洲呢 美国的常驻军人人数 也是超过六万人 那我们看到 北约现在在白俄罗斯 波罗的海附近 现在集结了2.2万人兵力 这个兵力是在北部 乌克兰的北部 那么目前为止 北约是否也会辅助美国 打这场战争 因为现在据乌克兰的军方分析 在俄罗斯的春季攻势当中 白俄罗斯非常有可能出兵 进攻基辅 基辅基本上是乌克兰的首都 首都掉了 这个基本上就打不下去了 而且泽连斯基如果又被掳获的话 这个将来的局势会起到戏剧性的变化 所以当时的说法的俄军在乌东打 那白俄罗斯的军队过边界 直到基辅 因为白俄罗斯边界离基辅非常近 那这部队过来之后 很快就会到了基辅 所以这一次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当然是现在只是一个乌方的说法 但现在北约调集部队 当然他的进入乌克兰 可以依照联合国宪章当中 如果通过一个什么决议案对不对 很快这些部队就可以进入乌克兰 帮助乌克兰守住基辅 所以现在来看基辅守卫在 实际上在去年 就差不多在这时候 刚刚开打的时候 各位有注意到当时俄罗斯的军队 整个装甲部队 坦克车什么这些 当时是准备对了基辅就去的 但是到了基辅的城外突然停下来 停了一段时间之后 这些部队又撤了 原因在哪 当时其实作战计划是第一时间拿下基辅 然后要求乌克兰跟俄罗斯谈判 但没想到后面的补给线被切断了 换句话讲这些装甲部队 它最需要的是油料弹药 如果进城了 你没有后勤资源 你基本上等得被别人摁中作憋 所以在那一次看出来 俄军最后迫不得已把整个大部队撤离 离开了基辅 但是说真的在战术上战略上 如果能拿下基辅 立刻让俄乌冲突到一个所谓的斗号据点一样停住了 那再来要不要谈判对不对 所以现在来看传言归传言 北约的动作实际上也是好像在暗示俄罗斯 说白俄罗斯你们如果敢动 我这边有部队 大家现在真的是在可以算是最紧绷的时候 可是北约真的能动手吗 现在目前为止乌克兰没有加入北约 当然如果联合国通过一个比如说紧急法案 一个宪章 比如说以联合国宪章当中 对于这个地缘政治上 他可以通过一个什么紧急状况的法案 然后这个多国部队对不对 就启动了 然后美国一定带着这些北约 就进入了白俄罗斯或乌克兰 我们看到目前的局势 是拜登在去了基辅之后 希望战场可以持续下去 同时北约又在集结部队 感觉北约也要入场了 欧洲的问题是不是真的需要美国来解决 我们来看到这周发生的第二件事件 那就是普京发表了国情咨文 同时拜登也在波兰发表了自己的讲话 感觉双方都是在隔空对话 那么普京的国情咨文是普京自己写的 一直到他演讲之前 他都在修改他的稿子 而拜登打什么牌来应对普京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向俄联邦议会 发表了2023年的年度国情咨文 再度的阐明俄军在乌克兰开展特别行动的目的 那么普京在演讲中的强烈的批评了美国和西方 其中就提到美国11次 那同时也宣布暂停和美方签订新削减战略武器的条约 同时普京又强调想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是不可能的 那我们来看看关于普京的这场国情咨文 其实他发表了很多内容 其中战场是一部分 另外俄罗斯的经济是一部分 以及在这次战争中对俄罗斯士兵家庭的补贴又是一部分 以及对外的一些经济合作又是另外一部分 那么今天着重来看普京到底是怎么来总结回归这场战争的 首先普京是回说了历史 说西方曾经纵容了纳粹德国 现在他把乌克兰又变成了反俄罗斯的新纳粹政权 同时普京指出了一点说战争是他们挑起的 我们用武力阻止战争 那同时普京又说来看看全球哪个国家的军事基地最多 他指出了是美国 同时在这一年的时间西方花费了1500万美元援助乌克兰 同时助长冲突责任在于西方以及基辅的政权 同时他表示俄罗斯的核力量已经准备好了 那戴卫老师我们看到目前为止针对普京的谈话 其实西方反应最大的就是他暂停了与美国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当他发表完这番言论之后 布林肯就说我们希望对这一问题来和普京进行谈话 您觉得还有谈话的空间吗 暂停这一协议是不是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 像特朗普说的那样要爆发了呢 非常有可能 因为我们知道当年在美术总战结束的时候 实际上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 跟当时的苏联总书记戈尔巴乔夫 他们签了一份削减战略武器的协议 但随着时间到了2010年 欧巴马跟梅德威杰夫 又签了一个新的削减战略武器的协议 但是这个协议到2026年就到期了 目前来讲双方核武器战略武器 他们讲的比较好的 讲穿的就是核武器 不可以超过1550枚 不管包含空中的潜水艇的 还有地面的加起来 不可以超过这个数字 但现在在2018年 两边都接近这个数字了 当然在削减核武的方面来说 这是一个方向 现在普京把这个条约说我暂停 暂停的概念并不代表 他将要用核武器 因为大家都知道核武器是一种嚇阻 当一方用另外一方 就会暴富性的使用 因为你丢到我家 我要送你一颗 那就没完没了 所以普京这一次的动作 可以看得出来 他已经告诉西方 这是他的最后底线的 甚至在国情之文 一个小时45分钟当中 他花了非常大的篇幅 将近一大半的时间 在数落西方支持整个俄乌冲突 乌克兰这一边 因为普京讲得非常清楚 这个当初他在一年多前 发起了这个叫 顿巴斯特别军事行动 实际上是为了拯救 在顿巴斯地区的 这个算是支持俄罗斯的民众 对不对 那当然现在事态的发展 大家都可能忽略了 这个鹰只看到了果 说现在俄罗斯很凶 在乌克兰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如果你要去追溯 在2014年之前 实际上在苏联瓦解之后 整个乌克兰 它大概分成两大部分 一部分是亲西方的 这个是大概乌克兰的西边 乌坛的东边 因为当时苏联时代大饥荒 很多俄罗斯人移民到了乌东地区 这一部分是亲俄的 所以在地孽伯和 东边跟西边 一边是亲俄 一边是亲西方 但是这个政治体制 慢慢慢慢 就从这个亲俄 到了这个亲西方的执政的时候 这个局面就产生了变化 对于这个亲俄地区 这个政府就进行属于武力镇压 当地也有反抗军 所以在这一段期间 大概2014年到现在 在整个顿巴斯地区 平民双方的军人 大概预估都将近有4万人的死亡 这个在西方媒体 大概都没有报道过 在2022年 特别军事行动之前 大家大概都不知道 很多西方的人都不知道 在顿巴斯这边 战火连天 打得非常凶 就像当时的 那个马来西亚航空MH-17航班 也是因为两边的冲突 这个飞机刚好经过 这个雷达大概一看 以为是底机来袭 咻一个射掉 对不对 那几百人的冤死 都是因为早在这个地方 已经打翻天 那最后普京会出兵 也是因为这个地区的亲俄人士 遭到这个等于算是 杀害的还蛮多的 因为战争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乌克兰 在这个整个2022年之前 实际上它是内部是非常的分裂 非常的矛盾的一个国家 好 那普京当然觉得说 我再不出来 那这个当地的死伤会更重 所以普京有了这个特别军事行动 但是这个是站在俄罗斯的角度 对 这是一个合理的英国关系 对 因为顿巴斯地区2014年就开始混乱 一直到现在 普京认为是因为顿巴斯的混乱 他才开始发起的俄乌冲突 但是事实上在普京的国情咨文当中 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他说我们竭尽全力 以和平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耐心协商关于和平解决这场灾难冲突的方法 是 可是拜登去基辅这件事情 还有和平的可能吗 去解决这个问题 回头来看呢 这叫说到美国华盛顿的鹰派 这些鹰派呢 他们长期以来认为在全世界 有两个对手 那当年当然美苏冷战的时候不用说是苏联 那后来大家就给这个里根出主意 说咱们搞这个大海军 军备竞赛 所以里根那时候说要做600艘军舰呢 逼着这个苏联拼命照 照到最后呢 这个经济就扛不住了嘛 就苏联未垮跟经济有关系 对不对 那苏联经济垮了以后呢 当时这些人就觉得很高兴啊 苏联看了就要瓦解了 要分裂了 变成很多国家了啊 那就在这时候呢 突然有一个人腾空出世啊 叫做普京 要是没有普京啊 这个这个俄罗斯 早就是已经变成十几个国家分裂了 好普京出来之后 又把俄罗斯啊 给盘的盘的 比那个苏联时代还好 对不对 卖石油卖天然气 不断的怎么样怎么样 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慢慢转变过去苏联时代 那种老大哥的形态已经变了 那当然呢 对西方国家来讲 这种敌我意识啊 华盛顿的政治精英啊 还在担心 对不对 那加上中国这边也起来了 俄罗斯呢 好像又活过来了 他们就更加的紧张 所以现阶段来看呢 这批鹰派在这整个世界上 就回到了北约东扩 北约东扩有那么急迫吗 北约如果不东扩 马上乌克兰就要灭亡了吗 都不会 但是北约东扩也是这一次 俄乌冲突的导火索 所以你看这次拜登啊 冒着这个为国捐躯的风险 拼到了基辅 为什么 就是希望这个小老弟啊 这连世纪啊 你要挺住啊 对不对 所以拜登在基辅说话的时候 曾经说什么 在未来几天 未来几个月 甚至未来几年 你们一定要坚守住 你看一听这个话 意思就是说 还要再晚几年啊 你们可能别以为 下个礼拜就结束了啊 是我们看到 其实不管是在一战二战 包括冷战时期 其实俄罗斯呢 感觉现在的这个时候 是比以往时候 都更加要孤独的 甚至是无缘的 当然站在俄罗斯的角度 包括整个俄乌冲突一周年 拜登这次去 绝对是具有历史性的 象征意义的 在这场战争中 我们再来看 这次去之后 拜登打什么牌 说什么话 拜登这次呢 是回到波兰之后 然后呢 开始做了一个演讲 其中十次点名普京 但是 他说的内容 居然都和民主自由相关 没有人 所以戴友老师我们看 在BBC给出拜登的这场评论 就说是这样的 他说拜登把这场冲突定义为民主之战 俄乌冲突打了一年死伤了这么多士兵 这些士兵是为了民主和自由吗 当然如果今天你站在美国总统的角度 来看待如今世界的局势 你可能会感到非常的担忧 美国的国力已经不复当年 世界的格局正在起到巨大的改变 尤其是中国的崛起 当然维持美国的强大 在地缘政治上 必须消灭你未来的对手 非常的重要 当然今天跑到距离莫斯科 1200公里的华沙 进行这种算是喊话 他等于这次对着普京喊话 他们两个的时间相差没几个钟头 喊话叫板的意味非常的明显 甚至在当中还讲到一句最重要的话 说俄罗斯永远不会在乌克兰取得胜利 对不对 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他绝对不能够让这件事情 让普京占到便宜 实际上就像我刚刚前面有讲到 这个华盛顿的这些鹰派呢 说搞垮这个普京啊 让普京下台 俄罗斯接着就会分裂嘛 这个是他们最重要的目的 因为你理论上来讲 现在美国跟俄罗斯打一场仗 真的把俄罗斯给消灭 这个不现实 但是让他从内部瓦解 这个是很好用的对不对 那现在说实在话 要是没有普京啊 作证俄罗斯 俄罗斯不一定能够撑到现在 但是呢说实在话 如果今天站在美国的角度 这件事情是对的 但在站在一个世界 我们客观的角度来看 地缘政治的纷乱 战争是追求不到和平的 战争是没有赢家的 所以你看美国的做法 到最后实际上他也不见得 就算俄罗斯说真的 今天分解了 变成十几个联邦 各自了十几个国家 美国或许可能呢 不需要对付一个 很难对付的大敌人 但是呢 那个问题也很多 地缘政治的纷乱 会产生更多问题 所以呢 当然现在拜登 他唯一在2024大选之前 要交出一张成绩单 在外交战场上 要展现出民主党的强硬 所以我觉得 他也蛮不容易的 这种不容易 但是我们现在对比两场领导人的演讲 那普京的演讲 基本上是在一个相对严肃的环境中 所发表的自己的一些言论 那基本上分析了这一年内 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之下的经济 包括历史和背景原因 那同时我们再看到拜登 拜登我们刚才看到的画面当中呢 他的整个场景是很像作秀的感觉 包括小朋友还去上去拥抱 好像是拥抱他来欧洲来支持大家 在您看来 这两场对话将会对俄乌冲突 产生怎样的影响 这个比较令人担心的是 拜登这一次呢 等于算是从幕后走到了幕前 理论上来讲呢 在过去这一年 我们看到都是属于代理人战争 基本上是乌克兰跟俄罗斯搞矛盾 美国只是呢在后面呢 这个声援好像只是同情乌克兰 那没有完全的参与作战 但是这一次他亲自跑到了基辅 坐车到了基辅 那在基辅呢 这个讲完话之后呢 还到了广场 那完完全全展现出 为了那种营造效果 听说当时整个基辅 这个空袭警报20分钟 还把那个掳获的二字坦克 拖到广场 完完全全就是好莱坞作秀 对不对 这是第一场秀 后来回到华沙的第二场秀 两场秀都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还是要在显示 他已经准备介入对付俄罗斯了 这个是真的非常危险讯号 因为如果代理人就代理人 今天他已经为人急 站到台前了 他很急啊 他看到你看中国现在已经有这个网易出来了 他当然很急啊 所以他希望把这件事情就定在这里 继续打这个概念要继续打了 是我们看到除此之外呢 俄罗斯的联邦安全议会的副主席梅德韦杰夫 他是在22号的时候呢发表了一个自己的发文 他说如果俄罗斯没有在俄乌战场上胜利的话 俄罗斯将不复存在 会被撕成碎片 如果美国停止向基辅政权提供武器 战争就会结束 我们现在回看这一场战争已经一年的时间 我们刚才说拜登也说了 不管是几天几个月几年啊 他都一直要支持乌克兰 那好 戴威老师 如果这场俄乌冲突要持续下去 他长期花的因素会是美国提供武器吗 当然我们也知道实际上经过过去这一年 那乌克兰的这个阵亡的这个士兵啊非常多 甚至连这个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啊 MOSAN他们都调查出来的数据呢 说这个在乌克兰的士兵啊 阵亡了已经将近快要20万了 对不对 当然这个是情报机构说的也不知道真假 但是看得出来呢 在整个战场上 各位知道现在实际上在乌东啊 有个最重要的城市巴赫木特 巴赫木特这个城市啊非常的关键 打了从去年8月打到现在啊 甚至呢有人形容呢 他是第二个史达林格勒保卫战 那有人形容是巴赫木特绞肉机啊 双方呢俄军跟乌军你来我往 这场战役非常的重要 因为巴赫木特本身是一个盐矿城市 他地底下这个盐矿的隧道 有160多公里啊 那这个卡车都可以开进去啊 那当然呢是易守啊难攻 那乌军呢守得还算很紧啊 但是俄军现在已经是听说已经打到城里 在向战了 但是我们就讲这个乌克兰现在所有的精锐部队 大概一万六千多人全部押在巴赫木特 如果啊这个俄罗斯说的不好听 拿不下巴赫木特 俄罗斯顶多换一个城市继续打 对不对 但是乌克兰如果守不住巴赫木特 这个整个乌克兰就要崩了 这个乌克兰就要垮掉了 那美国如果美军没有来 没有再多的武器来 你想泽连斯基上不上谈判桌 乌克兰战争 乌克兰冲突会不会结束 会的 就是会 因为已经打到最后阶段了 乌克兰现在要人没人 要弹药没弹药 要经费没经费 所以现在如果美国真的拜登这边 要不再加码 要不就是派军队 我觉得泽连斯基上谈判桌的概率 越来越高了 是 但是泽连斯基现在 如果真的能够被拉到谈判桌 一定是要么美国同意 要么可能是中国的协调人 真的在其中发挥了相当的作用 但是随着拜登到了基辅 这件事情的行程 他的和谈条件 您觉得还存在吗 美国也担心为什么要去基辅 还有一个就担心叫所谓局外人的概念 各位想如果巴克木特乌克兰丢掉了 那丢掉之后 泽连斯基再来要跟谁谈 当然跟俄罗斯的普京谈 对不对 他们两个人在谈和平谈判的时候 就没有美国人的事了 对不对 普京可以说我不需要美国人参与 这是我跟乌克兰的问题 对不对 乌克兰现在愿意跟我谈 有你美国人的事吗 美国瞬间在这整个局里面变局外人 就局外人了 那将来怎么谈 谈的结果怎么样 他一点都说不上话 但是在这个场面上 可能中国在中间斡旋 那中国可能说得上话 美国就是局外人了 所以拜登现在很急 马上跑来说怎么样怎么样 希望继续坚持 就算如果有一天要上谈判桌 一定是美国认为说我点头 我说上谈判桌的时候才能上谈判桌 要照我的剧本去演 是那到底我们看到梅德维杰夫还提到了一点 就是说俄罗斯如果输掉这场战争的话 俄罗斯会被撕成碎片 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呢 我们看到其实北约的成员国 克罗地亚的总统其实在一月份的时候就给了自己的一个灵魂发问 他这样说的 他说他反对提供任何致命的武器给乌克兰 这不仅延长了战争 那请问你递这些武器的目标是什么 是要瓦解俄罗斯吗 还是要让政府更迭 还是有人要谈论要肢解俄罗斯 他用太疯狂了来形容肢解俄罗斯 您觉得如果这场战争真的长期下去 肢解俄罗斯是不是就是美国做代理人战争的本质 他说的全对 全对就像我刚刚讲 华盛顿的鹰派 最终的目的就是第一把普京拉下台 普京下台之后 俄罗斯没有一个强而有力的领导人 您想结局会怎么样 对不对 纷纷就闹独立了 这个整个国家就乱套了 当年苏联瓦解之后 寡头把整个俄罗斯的资源都给瓜分了 要不是普京执政 叫那些寡头通通乖乖吐出来 我讲真的俄罗斯没有今天 对不对 所以当时石油天然气什么 全被寡头拥有 所以讲真的 对这个俄乌冲突你看它最终目的 不管今天俄罗斯赢或输 第一俄罗斯赢它也已经是 被排除在世界体系之外了 西方不接受它对不对 输了呢 输了那就是被惨的分解了 就这样 是美国华盛顿有个广播节目的主持人 叫做加兰尼克松 他在推特上呢就发表了一篇发文 他说呢白宫有一个内线消息披露啊 拜登被问到说 有什么会比新保守主义乌克兰方案更具灾难性的事情呢 拜登回答的是 等到大家看到我们毁灭台湾的计划就知道了 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是毁灭台湾的计划 他比乌克兰更可怕吗 这个要追溯呢 大概在去年的时候啊 美国彭博社呢就发了一篇新闻稿 当时讲呢说美国白宫啊 在兵推啊兵器推演 发现呢如果解放军呢 登陆台湾的时候 那这个半导体这个台积电啊 这些半导体工厂啊 那么多能做芯片嘛 那这个一定绕在解放军的手上啊 那中国呢就拥有这些设备跟人才 那美国的芯片法案的围剿 就没有没有效果了 对不对 现在不是正在执行芯片法案 要彻底封杀中国的半导体产业 好了那怎么办呢 当时听说在兵推的结论 就是把台湾所有半导体产业 单以台积电为主 通通炸掉 通通炸掉 但是这个新闻呢 彭博社报了以后 很快就没声音了 就没声音了 当然这个电台主持人啊 尼克松 基本上呢 他做了16年的新闻评论啊 主播啊 人家这个脱口秀很厉害 很有知名度啊 听说在华盛顿连华人都听啊 他非常犀利啊 共和民主两党都骂 他这一次会再讲出来 应该是诱人跟他透露 对不对 而且这个人呢 可能可信度很高 不然的话 以他做16年的一个知名主播 他不会博眼球啊 捏照 对不对 所以他会有这个说法 我觉得不意外 因为兵推都推了 推了以后要干嘛 要有备案啊 要做一个 万一解放军真的登陆台湾 那半导体工厂 留还是不留 好 不留 怎么炸 哪一个工厂是飞弹炸 哪一些工厂 可能是飞机炸 哪一些工厂 可能是船上发射战斧巡异飞弹炸 到时候如果真的有人说 怎么炸工厂 那美国也很容易说 误炸嘛 对不对 当年南斯拉夫就误炸过 那再次误炸也不奇怪嘛 而且可以讲解放军登陆啦 我去炸解放军啊 就没想到飞到工厂去了 这个都有可能性 但是如果今天解放军 真的登陆台湾 美国要是没有毁掉 台湾的半导体产业 换句话讲 美国将来的半导体就没了 因为他前一阵子发现 他没有制造能力啊 所以逼着台积电去美国设厂 对不对 他就希望有一天 他有制造能力 万一解放军登陆台湾 我把台湾的半导体都炸了 我至少不缺料不缺货 我自己的这边亚利桑那 还是有半导体产业 是那同时我们看到呢 王毅和普京呢 是正式在2月22号进行会晤了 那王毅是这样表示的 说面对现在的国际警示 危中有机 危可转机 同时表示呢 要保持战略定力 深化政治互信 加强战略协作 拓展务实合作 维护两国利益 而且两国的利益呢 是不受第三方的干扰 也不受第三方的胁迫的 那除此之外呢 王毅这周开始去了慕尼黑 然后呢去见了普京 那中方呢也发表了 全球安全倡议的文件 以及习近平发表了和平方案 那您觉得目前为止在 俄乌冲突当中 中国当调停人这一角色 是不是就随着王毅和习近平 慢慢的在俄乌冲突上 发挥话语权而开始起作用了呢 好的可以看得出来 这次中国的外交一次主动出击 三方人马全部开始了 对不对 那当然看得出来 这跟过去中国的外交战略 非常的不一样 非常的积极介入俄乌冲突 中国真的希望扮演一个和平使者 调停两边的矛盾跟冲突 当然呢王毅在慕安会议上呢 实际上在演讲当中 讲到几个大原则 实际上就是代表中方的立场 那我们也看到习近平 对于这整个俄乌用一种政治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 也表达了观点 这个都是跟过去非常罕见 这个到什么样的国家会有这种外交高度呢 就是大国 大国才能说得上话 当然俄乌冲突啊 各位记得刚开始的时候 土耳其曾经希望调停嘛 对不对 把俄乌代表通通请到土耳其 大家见面 但最终就没声没影了 就无情而终了 那这次中国出面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开始 更期待是在未来 很快 这个随着时间的发展 可能呢 慢慢有没有上谈派之后的概率呢 我觉得见到了曙光 见到了曙光 真的值得期待 是 其实我们看到呢 目前为止呢 中国是渐渐的开始在国际社会中发生 对于俄乌的立场四个字 对话协商解决 刚好现在俄乌冲突满一年的时间了 其实我们看到在国际局势当中 美国把俄罗斯把中国定为两个最主要的大目标 其实不管是留给俄罗斯 以及留给中国 他在全球合作 对话协商的空间都是有限的 而这个时候 中国站出来了 也证明在俄乌冲突当中 或许将有转机出现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也感谢戴卫老师的新的选行 谢谢